召售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好的今天是4月3號來玩我們的天地節 今天的話我把我的一些角色有練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練了把古倫德和魏池良練上來 主要是因為古倫德他也有戰陣 然後魏池良也有 古倫德是新手10人抽抽到的 那魏池良是大家都有的角色 這隻魏池良的話還是可以練的 就是開荒早期開荒可以用 只是我都沒用 那他也有戰陣 而且他的戰陣蠻好觸發的 就是你只要有他 然後或是鐵位或柱友 至少各一位就可以觸發了 他不用三位 只要一位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戰陣蠻好觸發的 就蠻好搭的 那古倫德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古倫德要兩個男性 跟這個韓武武殺剛好相反 所以你韓武武殺跟古倫德你要去選擇 如果你的女性多的話就用韓武殺 男性多的話就用古倫德 那韓武武殺就比較弱一點 他是各10% 我覺得比較弱 物攻物防法攻防防各10%嘛 然後跟非女性戰鬥傷害提升10% 你們看一下喔 古倫德這邊是15% 然後學器未滿時傷害提高10% 所以古倫德不錯 因為通常要受傷啦 才會再提高10%這樣 那位持量的話更好 因為我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 周合會有一些友方啦 你不太可能一個人單獨作戰 你周合是2 兩個或3個分兩個部分 分兩邊啦 大部分都這樣 所以說未持量我覺得他的戰陣很好 跟這兩隻比起來的話 比較更容易達到那個條件滿足條件嘛 然後他的效果更好 更容易觸發 好 那我今天就來玩 未持量 古倫德 還有韓武殺 好啦 我待會用這三隻 打一下那個 冰刃的副本 打一下這個冰刃的副本 林麥光淵 那林麥光淵我已經刷到 都35階了啦 但是我是40幾階啦 所以我待會要來挑戰40階 大概是這樣吧 那古倫德和未持量 古倫德以前有介紹過啦 我以前有介紹過 我就抽到就介紹了一下 那古倫德 要帶的技能大概就是這一招吧 轟雷斬 轟雷斬 可以把敵人擊退然後暈眩一下 然後有電流這樣子 我帶這一招嘛 然後這個沒帶 剛獵破啊 還有這個 狂怒我都沒帶 四殺 四殺的話我也沒帶 我看一下我帶什麼 我現在 我現在帶那個 轟雷斬嗎 還有這一招 回光槍擊就是因為你要護衛嘛 護衛的話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這個被動 基本上一定要有 不然他就不是鐵位啦 然後有一個回刺的效果 那因為我只剩一個嘛 我就帶這個了 我就學了的越多的話 武功越高這樣子 看你要不要帶這個啦 我現在只能帶這個嘛 因為後期的話應該是要帶另外一個吧 我看一下後期應該要帶什麼 這個吧 無畏 就是漏一點 漏一點 遭受攻擊之後 自傷免傷提高20% 這個要趕快點出吧 這個無畏是必用 好 古倫德 那我現在就 運點缺還缺啦 所以這個還不能點 大概45階也不能點吧 應該要50階以後了啦 因為45階的話我只能點 這個吧 我當初不應該點這個了啦 這個點錯了 狂怒沒有用 因為一開始我萌心嘛 我就點點看 那其實我覺得古倫德應該要練中路跟下路 我認為啦 我認為 上路不要點 這樣就可以趕快把這個無畏給點出完 這樣他就會比較肉 不然古倫德 我當時我抽到那個誰啊 黑龍的時候 謝雨之後我就覺得古倫德好廢喔 就 擋不太住啊 不太肉 就 鐵位嘛 可是他感覺弱弱的 那為什麼我又練他 因為那個光屬性的話不能上謝雨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你要再練一隻鐵位 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在刷這些副本 你一定會有屬性被嗑的問題 那屬性被嗑的話 鐵位又一定要被人家打 你打這個光之靈脈的話 如果你殺那個 暗屬性的黑龍謝雨的話 會被那個boss給秒殺 很容易被秒殺 打我一下我就殘血了 35階段喔 我今天把35階段過了 我今天把 35的暗屬性跟光屬性都過了 好那待會我會用綠屬性來打這個冰屬性 我還沒有打 我待會來打打看 40階段 小心一點應該能過 因為那個 boss我只要小心他那個 有一招直線攻擊 那招打我後排的話很危險 直線打過完 我後排一些柱油或是咒勢很容易被他打死 那就古倫德擋在前面撐住嘛 那其他人就遠程偷打他 我就那個寒武殺放毒毒他 他會帶兩隻護衛 那我們待會就先把那兩隻護衛給解決 好大概是這樣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我待會我會用古倫德 我很少用但是還好啦 還是可以用一下 因為蟹雨總是會被剋嘛 被剋的時候你就用綠屬性 所以我就來玩這一隻 所以說技能的話就用 轟雷斬 回光槍技跟那個無尾 這三招我現在沒有 我點錯了 我點錯了 如果你們 看了我這個影片 也有這一隻 這一隻古倫德的話 就注意一下不要點錯 不要像我這樣點錯 點錯的話就 多花五級吧 你就玩人家五級才能學那個技能 威慈良應該大家都很熟了 威慈良我現在用的是這一招 避時就緒基本上劍克 俠克都有這一招啦 基本上都有 你初期拓荒的時候 你用威慈良就是用這一招吧 他比較不會痛 因為那個把敵人那個 武功法功給那個披露 先放喔 暫停就放 所以他被打比較不會痛 所以如果你們 一開始沒有好的俠克 就用威慈良吧 也是差好用 而且又有戰爭 湊不到那個冰璃也沒差 冰璃卡池已經沒了啦 不過如果你是新陸坑的玩家的話 還是有冰璃兩個禮拜 那這是天璣池 後期的話應該要再換 後期還要再換 後期的話 威慈良要點出這個 這隻 技巧製造 就是要叫那個 豬母協助作戰 這個 這個要叫出來 基本上就是 他就是召喚嘛 你看他背著一個這個 背著一個很像那個 以前軒雲間那一種 機關人 機關獸 所以後期要把這個點出完 好 就主要就這兩隻 以前我比較少介紹 因為比較少玩 我都固定用謝於冰璃啊 因為這兩隻真的很好用 一攻一防嘛 超好用 那不一定每個人都有啊 我就用弱一點的來玩玩看 好來吧來吧 試試看試試看 那 昂海冥城的話我剛剛有打一關啦 給大家看一下 這關 還好這關難度不高 一次就過了 這關不高 主要是30位階啦 那我已經40幾了 我已經40幾位階所以就直接碾壓過去 那這關我就有點難了 這關那個 有點難有點難 這個蜘蛛 如果你們有玩的話就知道我覺得這關蠻難的 可能是我戰力不夠吧 還要再多玩幾次 我剛剛有小玩一下 大概知道他怎麼玩 他的過關的方法 條件是什麼 這樣 那就來吧來玩一下靈脈光 冰之靈脈 40位階 好 準備來吧 來吧 BOSS不好打 主要是BOSS有一招可以貫穿然後打到後排 好這邊有天積陣 不用天積陣 我覺得遊戲沒有那種嘲諷的那種技能 就肉盾沒有嘲諷 這邊要把威脅放來打開啊 這邊要把威脅放來打開啊 不要衝過頭他們會跑過來打我們這幾隻 你看他 我的戰力比較低他打我好痛 來 絕個勝負 付湯導刃 待會我要小心一下BOSS那招 BOSS那招可能大概三回二的CD吧 先不要踩 我覺得先把我的 角色往前一下 好 準備衝進去 踩一下吧 冰凍三尺喔 嘖 這邊遭受近戰攻擊時可以對敵人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所以說你就給他打就對了 他打我們他就會受傷 他也有這一招吧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喔 記得他 他那個 他一開始放的那一招好像也有 不見了 先不管 人家可久等了呢 這邊先站開一點 製定救人了 因為他有可能會打我們後排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沒辦法 太兇了 太兇了 好很好很好他自己跑過來 自己跑過來就太棒了 我們就 不要理他 好嗎 哇 他有護衛喔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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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一下吧 治病救人了 人家可久等了呢 這樣他穩死了 這樣他穩死了 好穩死一隻 這樣他應該會死吧 沒死喔 沒死算了 他又護衛啦 好開始上毒 這個站位很尷尬 因為他待會兒會那個 他會護衛有可能會護衛 沒護衛 有要護衛啦 1500 好 來 十個聖死不全種 就是現在 用這個天璣池打他 我覺得他要撞我了 呵呵 先補一下好了好不好 標師 啊還好沒死 死了就慘了 逼他好了 逼迫他 把他逼到角落去 吸他血 只能吸一點點 他剛放完那一招啦 他剛放完那招啦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的往前衝 然後我可以護衛兩格 所以他如果打我後面的余心應該也沒關係 你看他開始亂跑了 你看他開始亂跑了 把他包起來 呃 剩三回合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過來因為 沒辦法因為他要護衛了 好 我記得他要那個了 他要放剛那招了 我要小心一下 來 學個勝負 我要注意一下 中法無效 人家可久等了呢 慘囉 剩兩回合囉 真的拚了吧 我拚一波了 不然再不拚的話 我就打不過 這補倫德 打不出什麼傷害算了 好我太遠影翼完蛋了 太遠影翼 喔沒有他打我太遠影 對啊因為我那個站在危險範圍 我剛剛沒注意 是沒差啦還是可以打的 有情世古 風雷戰 很危險很危險 他應該要撞我了吧 他應該要撞我了吧 他應該用他那招劈我後面的魚吸眼 我劈這三隻喔 我還好都沒死 好神 好啦應該可以贏了 人家可久等了呢 當然不能這樣 我們應該要這樣 打不動 來 絕個勝負 死不全走 哇 哇 逆一下逆一下逆一下 失誤失誤失誤 好我中了 走這裡 然後打他 你的逆就是 站位失誤的時候就可以用 很危險 很危險但是 應該可以吧 對啊 而且他下一回合他也會被毒死 我還有毒 戰力不夠然後 角色都用很普通 還是過了 還是過了 很勉強啊很勉強 給大家參考吧就是 呃 綠屬性 這幾隻 可以打到40階沒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剛剛是用未遲良嘛 綠屬性嘛 然後還有那個古倫德也是綠屬性 這兩隻 然後韓武殺在後面放毒 還是可以過 因為綠屬性目前就 黃斧生嘛 黃斧生 未遲良 嗯我沒有那個綠屬性的咒絲啊 有啦這邊卓越的 卓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能 戰力太低也是被秒殺吧 因為我在韓武殺就很危險啊 每次都差一點點被秒殺 你運氣不好就被秒殺了 戰力太低的話 他那招是不是法攻啊 感覺加物法沒用 就他那招一直線攻擊 打我後排 一次打好多隻 所以你要分上戰 你要 看好你的戰位 因為古倫德一定要攻擊 攻擊之後他才可以去 觸發那個 防禦 這邊 提高那個回 你要 獲得回刺就要主動造成傷害 才會有回刺然後回刺之後才會可以兩個 回刺是三回合所以說他這個回刺就要跟這個 轟雷斬搭配 這樣我才不會被他反打我剛剛都不敢用普攻打他的原因就是我怕他反打我 他那個冰 冰人很痛 蠻勉強的吧這個組合 因為戰力的問題 戰力的話可能都 不到1000吧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103而已然後未遲量900多而已 然後余西800多 太原引力還是因為我剛好練了一下不然他本來還700多而已 剛剛就稍微練了一下 然後把這個裝一裝嘛然後把他的五內給練一練 五內我就有走中路和下路吧 上路這個我就不走我就走中下路 然後準備要點這個 地獄之陣可以加物防20% 範圍內就一個零行兩格 所以還不錯啊 有這一招之後我那個 余西就可以 不用每次在那邊放那個地獄之咒了 我有讓他學嗎然後我那個司徒印也有學 司徒印我有學 主要就是要幫那個 蟹魚增加那個物防 但是蟹魚就很怕那些咒師啊 然後那個法弓很強打下去我還是很痛 我的黑龍還是很痛 這個我的阻力 目前1200 好那這一集就先這樣吧 有點勉強就還是過了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